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大陸官方昨晚留夜開記者會 到底有什麼重要消息宣布呢? 就是說經過了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共同努力 雙方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原則的基礎上 已經就著中美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文件達成一致 美方將會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徵關稅 大家如果有看到記者會的話 一定感受到語言技術的利害 中方是全世界一流 明明已經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 就是喪權辱國 老實說裏面的條款 如果是普通兩家私人企業的簽 根本上就是霸王條款 辣到不得了 竟然他也要簽 即是告訴大家他是急得賴 他是被迫 因為他再承受不起 美方再加徵懲罰性的關稅 所以如果大家聽到哪些評論員 就說美方或特朗普只是急於簽署貿易協定 反而中方就有非常大的滑船空間 那些你可以關機了 不用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不是基於客觀事實來作出他的主觀評論 是錯的 昨天我們的分析就完全準確了 我不重複了 大家可以聽到昨天的節 但是我看到有小部分的網友誤會了說這是假消息 其實如果你看回特朗普總統的Twitter的網頁 他就已經確認了是達成了貿易協議 當然未簽的簽署我相信是時間的問題 不會不簽的 我覺得這樣不能夠因為我們個人的情感而漠視了客觀事實 然後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 否則會跟藍絲沒有分別 我知道有些人不想貿易協定成功簽署 落實得到 但是 始終你要看回特朗普總統的Twitter 你就知道 第一階段肯定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 這是無用置疑的事實 但是我們就要看回那些條款 因為昨天我們只是看外電的報導 未必準確 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特朗普就說他錯 其實錯不了 那麼我們現在逐一分析給大家聽 首先來講講關稅的部分 其實目前這個關稅只不過是將那個時鐘回撥回到9月1號 因為我們這麼說 在9月1號的時候就是第五輪關稅的升級 當時就分了兩部分的中國貨品 第一部分就是2500億的總額中國貨品 那一部分就是收兩成半關稅 到目前簽署這個貿易協議的時候 其實是維持著的 這兩成半是 即是你這2500億的 中國貨品都收兩成半關稅 是沒有走雞的 美國繼續收錢的 這部分是撿到笑的 只不過是對於另外3000億的中國貨品 那3000億的中國貨品 在9月1號的時候 就有其中的1250億就收了一成半的關稅 本來就在今個月的月中 即是15號 就會對於另外的1750億再徵收了一成半的關稅 但是好了現在談定了 談定了數 1750億的一成半關稅就決定不收了 不再提升這個懲罰 另外本來收了1250億的中國貨品 一成半關稅又怎樣 就減一半 就由一成半降到7.5% 非常清晰 是分了兩件 而其中一件 即是2500億的中國貨品 這一件是沒有變的 他減一半的 即是在9月1號的時候 是才會判斷的 所以這件事 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對於這1250億的中國貨品是準確的 即是最多減一半 但是對於這兩千百億是一元都沒有減過 所以 這是一個很辣的霸王條款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方依然作出了很重大的讓步 當然如果你看他們的記者會就笑死了 他說得好像自己贏了 他怎麼說 他說美方將會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徵關稅的承諾 實現加徵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 這些語言藝術多厲害 聽到那些小粉紅就肯定如痴如醉 肯定 但是到底中方將會進口甚麼美國貨品呢 昨天的記者會就沒有說得很清楚 因為這些不是甚麼威水東西 但是特朗普總統的Twitter就寫得很清楚 我們首先講一下中方的說法是怎樣 他就說 中方的企業會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和市場化商業化的原則 增加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 進口優則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 有助於順應國內消費升級的趨勢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這些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語言藝術 你聽到好像覺得 哦 是為了增強這個競爭 是不是為了提升國內的消費升級 其實當然不是你局買的 這些東西是 還有就不是甚麼增加 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進口 這些貨品 主要就是美國 因為他質疑你買 我們看看特朗普總統的Twitter是怎樣寫 We have agreed to a very large phase one deal with China They have agreed to many structural changes and massive purcha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nergy and manufactured goods, plus much more 即是說他不單止是買農產品 而且在能源和製造業的產品方面 他也是會買的 而且不是much more 你到底是買甚麼呢 到底貨額總值是否正如華爾街報所說的500億 特朗普總統沒有提到 但是其實他說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是假的 不是假的 他說1250億的貨品真的由15%減到7.5% 這個是中了的 你不能夠因為你的個人情感 就說這些消息是不能假的 是真的 好了 至於有些人就說 本來中國也是糧食的入口國 買美國的貨品只不過是滿足國內的需求 沒有問題 問題就在於甚麼呢 就是你現在要購買 如果你是普通的 真正的交易 是有自由意志的交易 你需要多少你就買多少 現在不是 現在是告訴你你是購買 有沒有需要你也要購買 所以這個是差很遠的 因為你是沒有了自主權 是吧 這個東西不用拼搏了 那些小粉紅 這是很低B的 第二件事就是 美方就隨即展開了次輪的談判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特朗普總統本來就說 去到2020的總統大選以後 才再跟你談 現在不是了 馬上跟你協定了這個首階段之後 就談次輪 為甚麼呢 防止中方去採取拖字 怕他走數 因為現在首階段就已經有一個所謂 回彈的機制 如果中方不聽他 說的話 或者不聽他腦點 叫做 回彈機制 隨時是會啟動的 所以展開次輪的談判 是必要的 所以這個 做得非常之好 也是很決斷 特朗普總統 真是不得了 第三件事有很多人說到 對於香港有甚麼影響 到底香港是否變了棄子 或者是特朗普總統 或者美方不再向中方施壓 不再堅持香港有雙普選 這些根本上是幾人憂天 和過份擔憂 首先來說 貿易戰完全是未結束 只能說在這個階段是緩和了一些 不是結束的 而且你還要說到現在首階段 次階段又如何呢 中方會不會走數呢 那些這麼辣的條款 霸王條款 能不能頂得住呢 現在他為了拖延 你不想你加徵關稅 懲罰症的關稅 他肯定是甚麼都托塔 答應你 但是做不做得到呢 是不是呢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中方目前 只能夠被美方牽著鼻子走 他在貿易協定那裏 加這麼多霸王條款 現在局處簽 除此之外 這個貿易協定某程度上 都是對於中方 在香港問題上的一個掣肘 為什麼呢 他對於香港 一定是會投鼠忌器的 因為你簽署了貿易協定 只不過是首階段 如果中方是想繼續 來作出次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的貿易協定的話 他一定就不能對香港有甚麼 血腥的鎮壓 否則的話 美方隨時就反台 傾不起來 這個就會成為了一個制爪 如果連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定 都簽不定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完全被你 美國制裁 其實等同於被美國經濟制裁 不停加徵關稅 橫點都是這樣 橫點都是被你這個 西方世界 孤立 不如鎮壓也無所謂 反而現在 會對於香港 更加 頭暑忌器 這是我的看法 到底為什麼美國沒有把雙普選加入貿易協定的條款 因為 美國也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 而這個香港的議題 香港這隻企 就可以為美方將來謀取更多的利益 他不會放在貿易協定那裏 目前來說 只不過是首階段的貿易協定 達成了共識 將來還有次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香港這一個企 可能在往後的階段 不能夠為美方 拿取更多的利益 那他就不放下去了 這件事很簡單 更何況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美國通過了 已經是對香港很大的幫助 是一個間接的幫助 對於侵害人權 打壓民主的官員和警察 將會是一個制裁 當然現在 指紋樓梯響 暫時未制裁 但這很快見真章 因為他要在半年之內 他就提交了一個名單 制裁名單 所以來講 我們就是 拭目以待 都是那一句 不需要太過份擔憂 我看到有人在討論區 吹風又說 香港玩完了 美國又不堅持 香港有雙普選 不是要別人堅持 你自己有沒有堅持 你先問你自己 最重要是香港人自己堅持 你自己也不堅持 你指別人的浪費 所以 希望大家共勉之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